人生百态 娱乐开怀 欢迎收看谈笑余生 何谓美人 所谓美人者以花为貌 以鸟为生 以月为神 以柳为态 以玉为谷 以冰雪为夫 以秋水为姿 以诗词为心 在这个信息高速发展的年代 网络美人遍地开花 然而大方明艳 独一无二的美人却少之又少 而在没有滤镜 美颜和整容的那些年代 纯天然的美女也总能平地起惊雷 瞬间打动人心 昭和时期的日本是繁盛且富有生命力的 因为经济实力的上升和社会文化的开放 使得优秀的影视剧和音乐作品频出 同样也是风华绝代的美人辈出的年代 昭和美人普遍有着鲜明的气质 以及独特的韵味 他们各有千秋 很有辨识度 美得惊为天然 让人窒息 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些风格迥异的昭和美人 第一位是有着日本版的BG巴多之称的迦赫真理子 他的五官很是立体 有着坚挺的鼻梁和圆润的大眼睛 在上高中时 他被星探发现 成功出道 之后的迦赫可以说是引领了一个时代 而他的美貌更是永不过时 如今他已经不如暮年 依旧活跃在大众事业 近些年还出演过《花样男子》 《朝舞》 《玩酒》等深爱大众喜爱的片子 第二位是与家和真理子有同样出道经历的《港田奈奈》 年轻时的他长相轻利 在高一时被星探发掘 作为偶像歌手出道 后来跨足影视界多出演妹妹角色 因此观众常常对他不自觉地产生保护欲 但这样一个看似柔弱的小妹妹 至今仍未找到能够保护自己的人 关于自己的单身 港田奈奈曾回应道 我听说教堂的钟声在和命中注定的人相遇时会响起来 但是属于我的钟声始终没有响起来 如今他仍在从事着演员工作 而角色已经从妹妹变成母亲 接下来的这位是今天所要介绍的女星中获奖最多的 她就是松板庆子 有着俏丽较好的容貌 高贵典雅的气质 在荧幕上所呈现的也大多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形象 庆子以童星的身份出道 是日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当红女演员之一 她在三度拿到日本奥斯卡的影后 曾与日本殿堂级导演《深作新2》有过一段忘年恋 松板庆子经常来香港及内地出其各种活动 并参演电影 2004年她和香港女演员张晓慧共同主演了电影《桃色》 2016年还出演了古装悬疑电影《妖猫传》 她对表演事业非常执着 时至今日仍活跃在自己最钟爱的荧幕上 而下一个要提到的就是美貌不淑关之林 李嘉欣 王祖贤的择口镜子 她的长相较传统的日本女人更加西式 浓眉大眼 樱桃小口 鼻梁高挺 有着浓浓的混血感 堪称人间富贵花 是东方美和西方美 古典美和现代美的结合 顾盼飞扬 光彩照人 可以说所有形容美人的词都可以用在她身上 都不为过 当年一出道 她就凭借出色的外貌受到青睐 更被媒体称作《昭和时代最后的角色》 泽口镜子的美犹如三月春风拂面 连天皇得人都曾为之倾道 公开表示她是自己的梦中情人 值得一提的是 她的追求者中还有当时的世界首富 第一名 而作为演艺圈的一股清流 泽口镜子至今未魂 她也早早明白 再美的容颜终究会雕饰 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把美貌当作武器 而是踏踏实实地提升内在的品质 更是用演技证明了自己 如今 她每年都会带着《磕搜炎之女》与观众见面 该剧已经推出二十剧 是所有日剧中最长寿的一部 第五位是曾和山口百会一起火边亚洲的日本殿堂级女演员巴谦草勋 她长相清纯可爱 曾在五十年代被评为整个日本最想取进门的明星 巴谦草勋是宝种歌剧团出身的女演员 早年是宝种顶级的娘艺 1952年在《原始物语》的第一场演出中 她扮演了一个纯洁可爱的小姑娘 受到了广泛好评 人气急剧上升 同年 她出演了电影《公本五藏》 该片曾获得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的殊荣 而在火爆亚洲的电视剧《血夷》中 她则扮演了女主角的妈妈大岛敏江 从那以后 巴谦草勋成了宝种中最受欢迎的美丽女性角色扮演者 并风靡一时 退团后 巴谦草勋作为一个综合性女演员 长期活跃在荧幕上 1957年 她正式公开了自己与电影导演《谷口千集》的婚讯 一度引起了社会的热议 虽然对方在日本电影界也算是小有名气 但巴谦草勋放着那么多高富帅不去选择 却选择一个比自己大17岁的电影导演 粉丝表示不能接受 纷纷对这段感情提出质疑 面对粉丝们的不满 巴谦草勋并没有做出太多的解释 可能在她看来 爱情本来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既然已经爱上 那就要为了这段感情努力 两人结婚后感情十分融洽 很少传出负面消息 也让人们逐渐由质疑转向了忠心祝福 婚后 她多次出演慈母角色 还一度被誉为日本最理想母亲 但是 巴谦草勋的命运就好像和她在血仪中所扮演的大岛敏江一样 令人不甚唏嘘 虽然与丈夫十分恩爱 但两人却一直没有等来爱情的结晶 2017年 巴谦草勋公布了自己身患癌症的消息 令不少一直关注她的粉丝通心不已 最终她与2019年逝世 不过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也还是在和病魔作斗争 令人敬佩不已 将一个人放在心里爱了多年 直到死后多年 这段埋藏多年的感情才得以公之于众 无疑是一大憾事 而大元栗子就曾有过这种经历 她被认为是最具有日本典型知性美的女演员 1964年参加NHK新人选拔合格 后因出演电视剧幸福考试出道 大元栗子曾有过两段婚姻 但均已离婚首场 1973年她嫁给了第一任丈夫杜赖恒彦 杜赖恒彦也是艺人 在当时并没有多大名气 只能算是新人 和大元栗子相差甚远 但大元栗子看中了她的温柔 婚后没多久 大元栗子就怀孕了 却因宫外孕胎死腹中 因为女强男弱 加上其他一些难以调节的因素 这段婚姻仅维持了五年 1989年她嫁给了第二任丈夫 著名演歌歌手森晋一 彼时她是日本数一数二的歌手 有演歌天王的称号 长期在红白歌舞台亮相 在圈内地位极高 期间大力圆子也曾怀孕 却因不想放弃事业选择了堕胎 不知是否因为这件事 夫妻两人产生了隔阂 四年后 这段感情也走向了尽头 离婚时 大元栗子召开了记者会 将离婚原因归结为自己过于追求事业 1999年她因手脚神经麻痹 不行困难 暂时停止了演艺活动 2009年 大元栗子不幸病逝 年仅62岁 在大元栗子的葬礼上 两位前夫均有出席 但高苍健去世后 大元栗子的弟弟却向世人报出一个惊天秘密 称姐姐早在19岁时就爱上了高苍健 并对她情情一生 只是 除了弟弟之外 大元栗子从未向人提起过 一直把这份爱藏在了心底 接下来 这位是具有东方古典气质 被誉为第一美人的永吉小百合 她曾有一组惊艳众人的照片 照片中她肌肤盛血 无发红唇搭配白色暗纹和服 以及红色妖风 与血景相互交融 眉如远山 绣发清婉 红唇微气 黑色发丝散落在雪白肌肤上 成熟女人的风情 尤为罪人 不仅长相美 吉永小百合还是日本国宝级的影后 在28岁的时候 吉永小百合遇见了自己的此生挚爱 年长15岁的制片人港田太郎 两人相恋后不久 便决定要结婚 这个消息一出 追随小百合的粉丝心碎了一地 不过 结婚多年后 两人依旧恩爱 甜蜜不减当年 这也算是对粉丝的一种安慰 出道62年 吉永小百合主演了超过100部电影 16次提名日澳影后 四次获奖 至今他几乎每年都有作品产出 最新作《生命的停车场》也于今年5月成功上映 最后一位夏木雅子则没有那么幸运 他被称为传说中的女演员 从19岁出道 就因为演技在线 再加上外貌出众 引起了关注 在事业上一直走得顺风顺水 出道短短几年 夏木雅子就获得了《蓝丝代奖》最佳女主角 《暴之电影奖》最佳女主角 及《横滨电影节》最佳女配角 在《南极物语》中的她温柔可人 在《鬼龙怨花子》的一生中的她又名烟动人 然而不幸的是 1985年9月 夏木雅子因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引发的并发症离世 据确诊仅7个月 当时她还不满28岁 在事业巅峰之时 香消玉云 也给日本演艺圈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昭和时期的美人 美得各有前秋 虽然他们的人生各有不同 但也有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的美貌和作品 会永远被观众记住 真正的角色当如流水 任凭时光冲刷 洗涤 依旧热烈如火 经久不衰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内容 记得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